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喜气洋洋 年味十足的温暖和谐的小家 世界在聚焦美国 在中国传统农历新年扬年到来之际的 美国波士顿地区的华人社团学生组织 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春节庆祝活动 这里是波士顿约翰汉考课剧场 巴索长春藤萌校联合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就在这里精彩上演 你看由麻省理工学院带来的清唱歌曲 《我的歌声礼》 康奈尔大学带来的现代舞《落花琴》 还有小品琵琶独奏 魔术表演 节目十分丰富多彩 现场的掌声也是持续不断 这一次看来大家都很花心思 然后舞台还有整个演出 所有安排都很不错 据了解 今年是巴索长春藤萌校 第五年举办春节联欢晚会了 本届春晚是由哈巴大学 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 由布朗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和耶路大学等 著名高校亲情加盟 团结一下东海岸 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这些华人社区 因为其实在美国的华人 很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有一个 精神寄托 那么我们长青藤萌校 非常充兴 就以这样一种形式 把大家聚拢起来 做一个community building的活动 让大家找到家的感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继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虚实周年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位 远征军老兵 你看就是他 93岁高龄的吴子彭老先生 老先生手中拿着的这片树叶 是70多年前 他从印度战场上带回来的树叶 这么多年过去了 树叶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曾经20出头年轻的小伙子 如今却已经到了台北之年 毕业了以后 就到昆明等飞机 等那个C47 要翻这个喜马拉雅山 投风 吴子彭介绍说 上世纪40年代 他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 由于局势混乱 一心报国的他和很多同学一起 考取了当时的机电化学校战车科 第四期授训班 在湖南授训两年之后 他被派往了印度 加入了抗日远征军 吴子彭说 当时他被分在了第四期坦克部队 大部分时间是在后方接受训练 你看血迹方刚的年纪 不去前线守后方 这让吴子彭感觉很憋屈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他感到很没面子 那就是英美兵对于中国士兵的态度 吴子彭说 他们在受训的时候 由于用的都是英国人的装备 所以中国士兵总是被美国士兵和英国士兵瞧不起 直到有一次 中国士兵在一次战役当中大获全胜 对方的态度才有所改变 没有面子 没有人什么 好像不看见的人 你肾掌前方肾掌一打了是中国人打的 哦 定好 定好 虽然只是在后方训练做后勤工作 但是战争的残酷也让吴子彭经历了很多次的离别 他说每当看见前方有战友受伤 他心里都非常不识滋味 日本鬼子用刀从他背后砍了一刀 我就知道了 就赶快开车子到前方去 赶快就把那个日本鬼子打死了 回到中国后的吴子彭辗转上海杭州等地 最后和老伴一起定居在了美国纽约的法拉盛 如今他和两个女儿一起居住 在采访快结束的时候 吴太太播放了一段当年吴子彭吹奏口琴的录音 伴着吴太太甜美的歌声 这旋律仿佛一下子把我们带回到了四十年代的中国 带回到大段满是他们青春记忆的争容岁月 好 再把视线的转向加拿大 看到这个温馨的场面 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突然想到了一首歌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这浪漫感人的一幕前不久就发生在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华人老年协会里 106对老人穿着西服和婚纱 举行了一场特殊的集体婚礼 年过七十的金远志 眯着眼睛仔细地端详着和自己共度了四十八年 却是第一次穿婚纱的老伴 欣喜地说 老婆 你化妆之后我都认不得你了哟 据金远志介绍 他们老两口结婚时程序非常的简单 签了个字领了张结婚证书 向毛主席居乐个工 这婚礼就结了 跟现在的年轻人相比 回想自己没有举行婚礼仪式 没有给老伴穿次婚纱 心里总觉得亏欠他一点什么 跟金老先生一样 在老年协会里有很多来自中国的老夫妇 大多都有类似的经历 幸运的是 安大略省华人老年协会得知这一消息之后 于今年年初为这些老人们精心地准备了一场特别的婚礼 他们为106对华人夫妇补拍婚纱照 补办酒席 现在婚纱照都拍完了 下个月初老人们将会举行一场 以歌舞为主要形式的集体婚宴 相信到那个时候会为更多的老人带去难以忘怀的快乐 视线聚焦非洲大陆最北端的突尼斯 你知道吗 在北非的突尼斯 虽然每年有大量的中国游客前往 可是在那儿却没有中餐馆 饭店里也没有中国厨师 当地的华人要想吃到一顿地地道道的中餐 非常不容易 更别提想在春节吃点花卷饺子什么的 不过前不久在突尼斯的华人朋友可真是大饱口福了 怎么回事呢 因为中突两国文化部举办了一个名为欢乐春节的美食文化粥活动 你看这高挂的灯笼 大红的福字 还有这中国传统的武师和民运 是不是立刻有了年味呢 最重要的还要数这个 你看中国厨师烹制的这个地道的面点和佳肴 就可真让在突尼斯生活了近20多年的华人朋友们找到了回家的感觉 能在这边就是吃上中餐 而且都是国内特别有名的厨师过来 就纯粹是非常纯正的正宗的中国菜 真的是非常 特别我们在这时间都那么久了 特别想家 考虑到突尼斯人和在突尼斯华人对于中餐美食的需求和喜爱 突尼斯政府还特意邀请了中国厨师来到突尼斯 教授当地厨师烹制地地道道的中国菜 交流地道的中国文化 没有一个真正的中国餐馆 所以我就想今年我们要搞文化活动的话 就想主题设在这个中国饮食方面 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被各国人民接受的一种方式 好我们再来看匈牙利 前不久呢第六届匈牙利退休人员博览会 在布达佩斯会展中心举行 画面上穿着白大褂的这位先生 名字叫做陈振 是一名医学博士 据说当他和他的几名中国同事出现在会展中心的时候 周围立刻就被围得是水限不通 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布达佩斯啊 陈振可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人物 由他创办的陈博士药房 在当地有着非常好的口碑 据了解陈振博士呢 曾经在1989年 被中国卫生部委派到匈牙利进行中医讲学 那个时候他就发现在匈牙利 中医药几乎是一片空白 于是1992年 当他再次被匈牙利卫生部邀请到匈牙利做客座教授时 便留在了那里 准备在当地推广中医 很快他和几名中国医生一起 在匈牙利开了一家中医诊所 主要做针灸治疗 前去尝试和看病的人是特别多 以至于后来啊 去针灸治疗的患者都得提前三个月来预约 就这样 陈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在布达佩斯 兴起了一股小小的针灸热 随后陈博士呢 还把200多种草药带到了匈牙利 与当地医生进行学术切磋 共同医治病人 目光在转向澳门 我们来看画面 这是一辆车 一辆集装箱车 但是您仔细看 这上面啊 装的可不是货物 那是什么呢 没错 是书 跟你说啊 这可是一个特别的图书馆 里面大概有2000多册图书 供读者阅读 视频们都叫它流动图书馆 据了解这个流动图书馆呢 每天都会按照不同的流动地图 停靠在不同的角落 到如今已经有25个春秋了 在这个高楼林立 人流如知的城市里 流动图书馆 俨然已经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据了解 自澳门回归以来呢 特区政府对于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是不断加大 如今 中央图书馆所属的七座图书馆 已经全部开通了全民网上阅读平台 但这座颇具古风的流动图书馆依然安静的守候在街边的角落 好了 我们目光呢 再转向中国香港 前不久啊 特区政府发布了香港2014年零售业销售总额的数据 我们看到 这个数据显示的是4933亿元 较前年下滑了0.2% 有的朋友会想啊 下滑了0.2% 这也不算多啊 要知道 自从2003年内地赴港个人油政策推出以来 香港近十年的零售业可以说是年年暴息 就算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 也是一路逆势飘红 而在2014年怎么就下滑了呢 细看数据 下滑最大的要素奢侈品 你看 珠宝首饰名表类产品的销售额暴跌了近14% 而与普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超市货品销售业 其实呢 并没有明显的波动 对此 香港零售管理协会的主席麦瑞琼表示 内地反腐力度加大 对香港部分高端商品的销售确实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再来聚焦南非 据中国驻南非使馆发来的消息 日前南非北开埔西开埔豪登 等多个省份出现了麻疹疫情 我们知道啊 麻疹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传染性强 在人口稠密 而没有普种疫苗的地区 更容易流行发病 尤其是儿童非常容易被感染 中国驻南非使领馆呢 也是提醒在南非的中国公民 切记要密切留意具体的疫情信息 加强预防 如果出现了有关症状 一定要及时就医 好 我们再来看韩国 前不久 韩国国家广播电视台 爆出近年来 针对中国市场的韩国假冒化妆品 是日益猖獗 报道说 一款被中国消费者所钟爱的名叫 马油的美容霜 被曝光为假冒品 据了解 这款产品 2014年 在中国的销售额 曾经达到了700亿韩元 约合人民币4亿元 假冒品 无论是包装的颜色 还是形态气味都和真品是非常的相似 让不懂韩文的游客根本无法辨别真伪 另外呢 被韩国国家电视台曝光的假冒化妆品 还包括润服霜 面膜等不同种类的产品 而且呢 制造这些假冒伪劣化妆品的工厂 大都也集中在韩国 春节假期 很多人呢 可能会前往韩国旅游购物 在这里呢 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去韩国购买化妆品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的辨别真伪 好 再来看澳大利亚 经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 向新西兰移民不了解 澳大利亚 新西兰就板球世界杯赛期间 人员往来达成了跨塔斯曼海签证安排 以方便2015年1月26号到4月5号期间 参加或者是观看板球世界杯比赛 需要往返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间的人员 据了解 新西兰方面要求 非板球世界杯赛访客 还是需要按正常程序申请签证 除此之外 新西兰移民部官员表示 他们有权要求入境新西兰的人员 出示相关证明材料 包括证明本人 所要参加活动的相关证据等 我们把目光呢 在聚焦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前不久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 在厄瓜多尔文化之家 举办了中俄建交35周年招待会 厄瓜多尔外交部的部长等高级官员 以及中资机构华家华人代表 200余人出席了招待会 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王世雄 在致辞当中表示 自上世纪80年代初 中俄建交以来呢 两国携手走过了35年 35年来双方高层交往日益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经贸务实合作多样化发展 文化交流 开花结果 好 再来看泰国 近日泰中记者协会成立仪式 在泰国漫谷举行 中国驻泰国大使宁富奎 在成立仪式上表示 今年正值中泰建交40周年 希望泰中记者协会成为两国媒体同行交流的新桥梁 新平台 泰中记者协会呢 是一个由泰国记者和在泰工作的中国记者组成的机构 旨在促进泰中两国新闻合作与媒体交流 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好 以下呢 就是今天的全球华人资讯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进华人故事 我们今天的主人公陈汝康 曾经为了飞行摔断了三根肋骨 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飞行梦 如今他有了澳门滑翔伞飞人的称号 我们现在就前往齐澳岛找他 齐澳岛位于珠江口的林丁阳上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齐澳岛是丰富的动植物王国 而对于澳门人陈汝康来说 这里却是他每周必来的宝地 我们今天来的是一个叫齐澳岛的飞行场地 这些都是你的装备 对 这些都是大人散和双人散的飞行装备 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上山了 现在的风力应该是有飞行的 这个呢就有十七公斤吧 你拿拿你拿这个 我背这个 从山下到齐澳岛山上的飞行场地 有将近两公里的路途 今年五十岁的陈汝康 每次都要背上重达五十斤的行囊上山 累吗 不累 你那个最重啊 你那个差不多二十公斤 你的也重 休息一下 起飞行就在这个位置 马上就到了 如今陈汝康已经玩滑翔伞有十五个年头 有澳门飞人称号的他为了专心玩滑翔伞 放弃了多年的电力工程事业 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了滑翔伞中 对于资深的滑翔伞玩家陈汝康 来说任何一项运动都是快感与风险并存的 为了享受那短暂的飞行愉悦 每次飞行前的安全佩戴及检查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大人伞是我的 它是一个小马的大人伞 这个伞窗开大概有多少米 这个伞窗开长度都有十米的 这个是保笋带 松带 看好我们必须要检查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客警 穿戴整齐飞行即将开始 陈汝康告诉我们 今天齐澳岛上的风力有五级左右 很适合滑翔伞的飞行 好了准备骑上 没事没事 没事有我带 有我带 好 快走吧 走 现在江西出去了 我现在尝试先飞到全面的山去 看似轻松简单的飞行 实则非常考验飞行者的经验和技术 俗话说台上一分钟开下十年工 而对于陈汝康来说 能够达到现在的飞行水准 他用了十五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在空中飞行就是靠这两根绳 比如说我拉右拉下来 它就往右转了 很轻轻就行了 轻轻 然后我拉左 拉左它就往左转了 不能大力拉 要轻轻拉在它转就行了 我们飞行必须有风速 风速天气 还有三行起飞场结合 一起才可以 我太太曾经跟我说 只要你说起滑翔伞 你的笑容是最灿烂的 我们现在在空中 跟一个鸟儿一样 非常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个大力都是在我们的脚下滑行 如今陈汝康已经成为 大大小小飞行比赛的长盛将军 获得了澳门飞人的称号 然而对于五十岁的陈汝康来说 成为一名专业的滑翔伞玩家 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原本从事电路工程出身的他 是如何完成了如此大的跨越的 我们还要将故事 从他儿时的一个梦说起 跟随之群汝康 我们来到了澳门的老街巷 我小的时候就住在下面那个位置 就离这里没多远 那条街叫卖草地街 12岁的时候就从家里 就广东新会移民过来的 我是住在我姑妈的家里的 我们姑妈家里的都有 都有十几个人了 当时的环境也是非常艰难的 几乎是没人管我 激素的生活让陈汝康体会到一种 不能为外人理解的孤独感 因为家附近有一个迷用停机场 看着飞机起飞降落 成为了那时候陈汝康最大的乐趣 经常自己会做一种 寄回飞行的梦 经常做同一个梦 就是我梦见我自己呢 在那个天空上 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这样 小学毕业后 陈汝康就开始了 积淀工程的学徒工生涯 自知聪颖的他 在短短两年后开始自己承包工程 为了保障工程的质量和安全 陈汝康从不将工程转包出去 他亲自带领着自己的施工团队 完成了大大小小的电路工程 因为我的项目都是武汉的 有一天我在广州 坐火车的时候 我就发现有几个人背着一个好像飞行器的一个装置在背上 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他这一帮人应该是飞行的吧 然后我通过他们安顿好之后呢 我就去跟他们聊天 结果一聊就发现他们真的是滑翔伞的 通过那一次呢 我们一起去了武汉 第二天他们去飞行的时候都找我一起去啊 去看啊 去体验啊 仅仅一次试飞体验 让陈汝康终于找到了多年来梦境中飞行的感觉 于是陈汝康成为了一名滑翔伞的业余玩家 然而1999年一次意外的发生 让陈汝康做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这栋楼就是我的人生中最后的一个工程 自从那次我的一个生意上的搭档那个一个伙伴 他忽然在喝酒当中就忽然就离世了 自从那次的事件对我打击是非常大的 我就觉得这个生命就是很无常 很短暂 应该是要去享受一下我的人生 陈汝康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去追逐自己的飞行梦 就这样他正式成为了滑翔伞专业玩家 因为滑翔伞运动在国内并不普遍 玩家少等原因 回想起最初的飞行 让陈汝康最为焦头烂额的就是寻找合适的飞行场地 找到适合的山形啊 风向的时候 我们就去找几个人 然后通过这个找好准确的方向 就往山上爬 我们一般上的时候都是 这个穷民命部 全都是比人还要高的草 这样我们是这样顺着山往上爬的 哇 这里有马峰 没事 如今陈汝康已经在澳门及周边的珠海附近 先后找到了五六处飞行场地 尽管开发过程毕竟险迹 但是飞行的美妙过程 居然陈汝康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这个伞我是09年那个时候买的 现在已经陪我走过好多年了 五六年了 陈汝康说如同人一样 每一把花香伞都有他自己的脾气秉性 要在飞行中去观察去磨合 看似轻松的飞行 正是一项天地人伞相互结合的运动 在03年的时候 我们去五桂山飞行的时候 我起飞之后 就由于没有体会到那个风向转变了 结果飞出去的时候 我的花香伞都被那个风打折 打折了一半 我还没有及时反应过来 就那个花香伞就出现螺旋 那螺旋的时候我拉的时候 已经感觉那个伞已经软了没力了 就直接从十几米的高空 就是直接掉在地面上 这次意外让陈汝康摔断了三根肋骨 身体多处受到皮肉伤 在医院里整整躺了一个月 我一直在坚信 我一定将来能够重返蓝天的 因为我实在太喜欢飞行了 结果我休养了一年之后 我就在原来的花香伞 出现状况的地方 我就在那里 叫一帮朋友 他看着我重新在那里起飞 重新飞上蓝天 准备起飞 好 放 很多朋友 一听见我们玩这个花香伞 他就马上回答一句 这个花香伞很危险 我就跟他说 不 这个花香伞很安全的 安全的因素在于人的方面 永远都不是因为一个花香伞 令到你人出现问题 永远都是因为人 由于你没有掌握到技术 没有掌握到技巧 去主动去控制那个花香伞 那你就会容易出现问题 你要飞出一点 飞出一点 不要太好 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三级 三级就是风大风压去强 我们可以飞远点 多年的经验总结 陈汝康形成了他自己的飞行哲学 他说 花香伞是一项天地人合一的运动 只有人最大程度的去顺应天气和地形 才能在花香中找到快感和乐趣 往这个花香伞呢 你必须要能控制自己的欲望 比如说天气不稳定 风速过大 你必须要去好好去掌控它 控制好自己的欲望 不能狂妄 不能自大 不能轻佛 克服恐惧 战胜欲望 享受当下 是陈汝康的座右铭 他认为 滑翔散飞翔 不仅是身体的运动 也是新的修炼 自由自在的飞行 是这个感觉 真的很 非常棒的 好 给我五 OK O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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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沛豪 完美这样了 好 今天的华人事件就是这些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